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現很多疑似做票的影片 這部在網路上點閱率很高的影片 屏東線選委會解釋有民眾質疑 票鬼底部的封條沒有貼牢 工作人員就翻證指向 讓民眾上前按壓是個箱底來確認 原本這個平放底板才會因此打些 另外,是這部念一號畫二號的影片 台南市的選委會表示說 開票過程確實有民眾反映機票錯誤,後續已經修正 作者會強調,這類型的人為出事 在開完票之後,選務人員和監察員 都會再重複合作票數,確認沒有問題才會結束工作 這次的總統大選中,每個投開票所會開放參觀席給民眾參觀 就是希望透過現場的一雙雙眼睛 讓大家可以親眼確認,選舉結果是怎麼出來的 以現代段來說,我們覺得最好的做法 或許還是靠著親身參與 比如直接投入選務工作,或是到現場一起看開票 靠著更積極的參與和討論,改變我們覺得不滿意的現象